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廖经文又一次站在了徐悲鸿的面前 我就对徐悲鸿说 我说先生我已经跨越了年龄的障碍 勇敢地走到你面前来了 借着月光我可以看到他眼睛里闪光的泪水 他说真的吗 这个时候徐悲鸿画了很多的马 画中的马昂起了头 多了奔跑的姿态 然而廖经文的一封家书 让他们的感情再次陷入了危机 原来是我的父亲和姐姐牵着我的 他说这个蒋碧尾女士写信给他们了 说他还没有离婚 那我破坏了他们的家庭 为了维系他和徐悲鸿这份挨之不易的感情 廖经文丢去了羞涩 鼓足了勇气 这身一人连夜赶往重庆 求助于朋友 当时我们去请问律师 律师也说他们只是同居关系 没有结婚不要办离婚手续 但是我们订婚以后 蒋碧尾女士一定要办离婚手续 他说需要北红付给他一百万块钱 需要北红付给他一百张画 这年的春节刚过 徐悲鸿与廖经文在贵阳订婚 并在当地的报纸上刊登立则声明 北红与蒋碧尾女士因意志不合 断绝同居关系 破镜难以重圆 此后北红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设 北红大师为了要跟我能够结婚 就拼命地画画 一方面要去卖画 要求一百万块钱 另外还要画一百张画给他 所以他特别地累 特别地辛苦 两年里 徐悲鸿日夜作画 廖经文默默地陪护在他的身边 他看着徐悲鸿的身体一天天瘦弱下来 泪水也落在了正在沿着的墨里 徐悲鸿终于病倒了 在医院里 我们两个人身上的钱拼起来 交到住院费 我就拿他剩的饭菜 就站在那个病房外面的篮子里面吃 一面吃我的眼泪就一面掉在碗里面 但是我擦干眼泪 回到背后床前的时候 总是编着谎话骗他 说我在外面吃了排骨面 或者说吃了什么宁婆年糕啊什么 1945年的夏天 徐悲鸿给蒋碧威送去了 一百万元钱和一百幅画 并多带去了一幅油画 琴刻 这是他们在法国巴黎时 徐悲鸿描绘蒋碧练琴时的一幅画 这幅画是悲鸿带去送给他的 你看那么苛刻的条件 悲鸿都接受了 他也可以不革 但是他还是很顾念旧情 80岁的廖经文 每天按时来纪念馆上班 每一顿午饭 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来的 要吃两片药 一半小米 一半大米 背红活着的时候 我们就是吃这样的饭 叫二米饭 新中国成立之后 徐悲鸿担任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他学间中西博彩珠长 将西方绘画技巧 与中国画技法结合起来 改变了中国画几千年来的传统画法 他既忙于教学 又忙于许多的社会活动 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他和廖经文在一起的时间少了很多 1953年9月26号 积劳成疾的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徐悲鸿 因突发脑溢血病故 留下了29岁的廖经文 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埋葬了背红以后 我回到家 好像整个的房子都空了 没有了背红 好像这个房子对我来说 就像个墳墨一样了 平南伴于独无野 依旧周省新月四岛年 这是古人的一个词 非常的跟我的心情一模一样 1959年 在徐悲鸿去世后的第六个年头 一位军人创入了廖经文的生活 我在心里 做起了一道很坚固的提防 不让任何感情来动摇我 可是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 廖经文接受了这个军人的邀请 参加了年国庆节的活动 在这个时候 廖经文暂时忘掉了 失去徐悲鸿的痛苦 这个房叔叔很高大 很英俊 他用他的抽壮的胳膊 替我们挡住那些挤过来的人 廖经文接受了这个军人的求婚 结婚不久 他们就无法生活在一起了 我们互相都有心理上的变化 我的确是忘不了北红 我家里的布置 还是跟北红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家里处处都是北红生活的痕迹 来的客人朋友谈论的也都是北红 所以有一天他对我说 他觉得这不是他的家 一年后 廖经文就和他结束了这段婚姻 我不能容忍我自己对北红的感情 有过这样的一种失误 我自己感觉我做错了 经过八年的努力 廖经文收集了详尽的有关 徐悲鸿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并着手完成了徐悲鸿传记的初稿 在他为自己初稿斟酌的时候 文化大革命来了 在文革中 以不再人事的徐悲鸿 被打成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 廖经文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他收集的所有资料和初稿 被复制一句 他们三次把我打死过去 打得昏迷了 他们就用一桶一桶的凉血 那个大铁桶凉血 往我头上浇 把我交信过来以后 就逼我写徐悲鸿是国民党的特务 说他那么穷 怎么有钱去外国留学的 就这样 我当然不能写 二十年后 廖经文终于完成了他一生的夙愿 徐悲鸿的一生出版后 成为最畅销的名人传记著作 徐悲鸿的这座雕像 也分别树立在新落成的中央美术学院 和新成立的徐悲鸿艺术学院的校园里 我多么希望再看到北红 也希望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 我能够和北红相聚 如果真的能够和北红在房间相见的时候 我会把我的头靠在他胸部上 我会向他诉说 这十年来我是多么痛苦 我诉说 我是多么的想念他 廖经文像这样的凝望 已经有四十九年了 每次他都会在心底这样念叨着 北红 我们何时能再相见呢 在我老年很孤独的时候 在一个夜晚 我拉向船里 一个人坐在黑暗里面 就在回忆过去 舒曼这首曲子 中文翻译过来叫梦幻曲 廖经文喜欢梦幻曲 梦幻曲陪伴了他的一生 四十八年前 廖经文来到北大学习时 已经三十岁了 这是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 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 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 他在卫明湖畔又重新经历了一次悲喜哀愁 我是读中国文学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写一本徐北红的传记 他的一生那么强烈地感动过我 在写作词书时 背后的庸容相貌 晚然在目 我常常平下笔来 扶暗而戏 扶着暗子哭了 暗是不能忘记的 爱也是不能被替代的 背后给予我的爱情 直到今天 在我八十岁的时候 在我的末年 还是那么样的深沉 那么样的真知 那么样的亲切 那么样的新鲜 这是廖靖文在北京西郊的家 虽然是一个人生活在这座大房子里 但对于廖靖文来说 处处都有徐北红的气息 同很多的老人一样 八十岁的廖靖文的耳朵已经背了 他听不到外界的庞杂声 可也没有干扰地沉浸在自己的回忆里 背后喜欢画 我记得那个歌词是 我走遍漫漫的天涯路 我望段遥远的云和树 你呀 你在何处 我难忘你哀怨的眼睛 我知道你沉默的情意 这是那时的一首情歌叫初恋 1942年廖靖文就是唱了这首歌 靠近桂林的一家演出团 没用多久 中国美术学院来桂林招出图书管理员 廖靖文决定前去应聘 我们面试的有三个人 我是第一个被叫进去面试的 那是徐北红亲自面试 他坐在一个写字台边上 我和他对面坐着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 他就问我 他说你为什么要到重庆去 我说我想到重庆去 是想去考大学 讲完以后我就后悔了 廖靖文去重庆 就是为了实现自己做女科学家的理想 没想到他却被徐北红录取了 他和徐北红一起踏上了去重庆的旅途 在船上徐北红只是默默地看书 廖靖文第一次能够很近地注视着徐北红 当时他是四十多岁 当时已经有点两病如霜 这样有白头发了 而且显得比较憔悴 面色有点苍白 但是他这个眼睛啊 是身材意义 整个的面部的能够也是很美的 在廖靖文的请求下 徐北红向他倾诉了自己无家可归的酸楚 他告诉廖靖文 他有个家 有两个孩子 他的妻子叫蒋碧薇 他们在一起生活过二十年 现在分居也快八年了 中国美术院筹备处临时设在嘉陵江边的石家祠 廖靖文到来不久 徐北红就在重庆中央图书馆 举办了自己的个人画展 当时的廖靖文刚刚十九岁 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徐北红的作品 画面上的人物 都是栩栩如生 呼之欲出 每天都有上万的观众 廖靖文天天都挤在潮水般的人群中 倾听热烈的赞美之词 尽情地分享着徐北红的喜悦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的画家 他画了这么多作品 看了以后非常震撼我的心 对他也更多了一份真敬 徐北红纪念馆是1957年建立的 从那时起 廖靖文就一直担任馆长 每天纪念馆都要接待很多的参观者 细心的观众发现 展厅里有几件作品有些干裂了 他们告诉了廖靖文 这个区呢没有 我叫他们到故宫区 咨询一下 这是他们的那个加湿器是怎么使用的 他们去了没有 还没去 那你要拆除他们 这个加湿器很重要 因为像那个鱼棍衣裳 坏得那么厉害 对对对 我们叫我们的石头之够 还会裂开 徐北红纪念馆1973年重建以后 展厅也高大了许多 在这里常年展出的大部分作品 都是六十年前 廖靖文第一次看到 徐北红画展中的作品 这个时候 廖靖文好像又回到了 嘉陵江边的石家祠 回到了徐北红的身边 1943年初春 开始工作仅两个月的廖靖文 就把中国美术院筹备处 打理得井井有条 徐北红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做画了 我工作在他身边 替他整理图书 工作不是很繁重 有些时间呢 我可以看他画画 也可以看到他自己洗衣服 自己订掉的牛扣 这个时候 徐北红还要去中央大学艺术系授课 每天往返于石家祠与市区之间 但是他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每次作画的时候 廖靖文都会来为他研磨 不知不觉 他们多了很多相互关怀的话语 就这样我就不知不觉地 对他产生了感情 这种感情呢 就慢慢地一天一天 就变得浓厚起来了 他们开始去嘉陵江边散步了 在一个满月的夜晚 徐北红握住廖靖文的手 对他说 这些天来 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仿佛冥冥中 有人将你送到我面前 我是如此地依恋你了 你似乎变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他的手很大 很厚 但是我就低下头跟他说 但是 但是 但是什么 我说不下去了 徐北红也很敏感 他就说 我替你说吧 但是我不能爱你 对不对 我说对了 先生 我很抱歉 请你原谅我 因为我们之间的年龄距离太大了 那个时候 我19岁 他47岁 北红他补打这样的领带 他都打那个艺术家的黑的领带 他都打那个艺术家的黑的领带 他都打那个手 他都打那个亲自身的黑的领带 让他看他 他就在那边 他的领带 我看他就在那边 我看他就有一个大戦 我看他就在那边 我看他就在那边 他就在那边 我看他就在那边 我看他就会觉得很大戦 我看他就会是在那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